虽然现今网路看似发达 但在许多国家上网的普及率却还是很低 因此当学校受到中共肺炎疫情影响而关闭 该在线上教学时 无法上网就成为许多弱势家庭的一大问题 幸好社区中还是有暖心的青年学子 自告奋勇辅导学童 让他们能跟上学校进度 在用茅草搭建而成的简陋教室中 带着口罩的学生聚精会神地聆听私塾老师讲课 在首都新德里 这名数学系研究生自发教导当地弱势学童课业 让他们即使无法上网 也能跟上学校进度 印度从今年三月开始因疫情实施封锁 学校关闭该采线上教学 但有许多平民区学童 因资源缺乏面临学习落后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 根据印度政府2017-2018年的报告 能上网的家户只有23.8% 许多家庭无法负担昂贵的上网设备 南美洲国家厄瓜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居住在低收入区的16岁少女陶拉 则是在树下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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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树下 建立了学习区 陶拉原本只是要辅导家族亲戚中的几名小朋友 但随着邻居口耳相传 目前已经有将近40名社区学童 前来接受陶拉辅导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厄瓜多委员会的统计指出 在厄瓜多只有37%的家庭可以上网 在偏向地区则降到只有16% 相对的台湾全国家户上网比例高达90% 丰富资源值得大家知福习福和善用